安省財政廳長蘇市民 聯同新上任的政府及消費者服務廳長奧納斯蒂昨日表示 由於省選而拖在四福中的兩項減汽車保費的議案 將會於省議會中再次提出、討論及投票通過 蘇市民重新推出有關汽車保險的法例 希望從而達至該黨較早前承諾的削減保費目標 即是到今年8月較去年8月時平均削減8% 到明年8月的時候兩年內合共降低15% 削減車保15%對於一般駕駛人士來說 每年大約可以自省200元 但駕駛名貴汽車18至22歲及新獲牌的司機就較難受惠 由於現時執政自由黨為大多數政府 故此該項打擊、詐騙及減汽車保費法案應該獲得通過